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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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袍也叫他长衫 源自清朝八旗 婦女所穿的长袍 到五六十年代 曾经在香港蜂魔一时 时至今日 旗普不再是主流服饰 但仍然有年轻人 对他非常着迷 我由中学二年班 我想应该十四岁开始 已经不断想找一件室物 因为我只能够在一些 报章杂志上 去找一些旧的资料 见到旗普的照片 但我见不到一个真实的布料 去到二十岁自己做事 有些钱 存到一些钱出粮 去买摩托街旧的地方 买一些旧的衣服 才真正为之第一件 今年二十七岁的Helius 多年来四出收集旗袍 由二十岁开始 短短七年间 就收集到超过七八件旗袍 是香港收藏旗袍最多的年轻人 无意中发现一张妈妈穿着旗袍的黑白照 令当时只是小学五年级的Helius 开始对旗袍发生兴趣 其实很简单 它只换了一件衣服 它形成上上 就可以改变到有一个工人变成明星 这件衣服的魔力 令我觉得一定要了解一下究竟是什么 从那时候开始就忠诚到旗袍 跟很多喜爱旧事物的人一样 日渐消失的旧区是他们的宝藏 很多人手中毫无价值的垃圾 就是Helius眼中的贵宝 我不会说到自己是一个收藏家 我自己在一个垃圾里执垃圾 旗袍的衣服很难收藏 很难保存 如果保存了下来 现今还在 那个物主对于这件事是很喜欢 或者对它很有奸念价值 如果不是的话 它在一些旧楼里面摄摄 可能会变了灰 保存得不好会破坏 Helius一直相信 每一件旗袍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一次偶然的访问 一张顺手黏眉的旧旗袍照 为Helius带来一段奇遇 也令曾婆婆重遇50多年前的自己 这张照片其实是在摩洛街 一些旧的店铺 外面有一个字箱 就有很多黑白照片 那我就走过 在那里找回来 大约是十张左右 其中有两至三张就有婆婆 深刻印象就是最大群人 里面的女性全部都是穿旗袍 估不到就是一次的访问 不如给一些黑白照片 给一些读者可以看一看 那我自己大约有 差不多一千张 和旗袍有关的黑白照片 最终就选了这一张大张 而这张照片里面就有婆婆在那里 这一晚的就是我们一群同事 吃完这顿饭就各散东西了 所以那一刻去吃饭的时候 大家都不约而同 就是认为他比较这些场合 就穿长衫斯文一点 其实是很奇妙的 首先那张照片 我不是特意去选它出来 我是很随便在我这么多收藏里面 随便选了两张给他选 缘分又令婆婆看回这本杂志 揭回那一页 看回访问 看回那张照片 看回他自己 认得自己 最特别是他自己也没有这张照片 是很传奇的 对 完全是传奇 难以自信 在这本杂志见的时候 我也觉得奇怪 有些怀疑是否真的 但看的确是 就找回记忆 应该是 对 我曾经有这样拍过照片 看望人海 我不认识这个人 完全没看过 我拿着这张照片 是几十年前的她 去约她出来 最终婆婆来到 都可以认得 结识了这个角色 现在我都当正婆婆是契妈 因为实在太有缘分 如果我们的年纪不是那么大 我觉得这件事挺浪漫的 挺浪漫的 你知道约了一个陌生男子 出来约会 还是一个草女衣服的男子 你有没有有点害怕呢 我怎么会害怕 我这几十岁人 有什么的经历都见过 有些人觉得我是逆俗癖 有些变态 那你穿着才是 那你是收藏 那些人觉得很难说的 你是一种好像很珍惜她 还有一种欣赏的眼光 这样的心态又不同 又难得你肯出来 知道… 认识过美女 曾经 曾经 曾经美女 师傅, 那我拿着你的女儿走了 对, 她的头发脱出来 待会变成了 你可以先放在这里 对, 拉出来 你先看 除了旗袍 怀旧的无特丽公仔 也是Helios的收藏目标 遇到滨头后 都会恶而不捨去争取 坐下来 在他一個人形公仔 所花的時間可能是幾年不斷去問 這個過程其實是很艱辛、很痛苦 但是同時在這個過程中 也學習了很多東西 認識了很多朋友 我小時候做夢 夢中情人的樣子 就是穿衣服的樣子 他穿旗袍是最代表到 舖頭的顯示表 我什麼時候可以娶走你們兩個女兒 老闆娘那裡,可以嗎 暫時,我太太來 她是比較固執一點 大家盡量游說她 以香港現在的時刻 簡直是沒有年輕女兒 對祈寶這麼愛好、這麼熱衷 這麼喜歡、這麼離譜 我可以說一下娶威仔 沒有其他 其實這把剪刀送給你 對,我也不能死 一把剪刀幾十年之前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年份 拆出來給你 甚至就是… 謝謝你 送給你 其他人不送 這些也是… 你找人全世界沒有 也是這種款式 木衣架 這是絕織的,送給你 Helius收藏的,除了普羅大眾的旗袍 亦有各式各樣的舊相片、印刷品 這些收藏品或多或少見證著過去的社會面貌 其實以前來講,旗袍是一個便服來的 看到我的收藏品裡面,其實界定到 在五十年代,戰後香港來說 除了洗澡和睡覺之外,都是會穿旗袍的 因為戰後年代,很多人不太有錢 所以在一些雜誌上學習到製作旗袍 低下階層更加為深 其實在手工上就可以劃分到 即是旗袍是一個高價錢的產品 還是自家製作 這本搜索最特別之處 它是第一間的女裁品學校 很多婦女開始富有或少許的能力底下 它去報讀一些正規的一個裁縫學校 製作很多一些時裝,包括旗袍 我收藏的校服不多 因為校服每個人都特別有紀念價值 紀念自己 所以比較難以捐贈給我 早在民國時期 香港已經有學校以旗袍作校服 時至今日,仍然有學校秉承傳統 堅持以旗袍作校服 香港陪盜中學是其中一間 今年79歲的郭婆婆 是香港陪盜中學第一屆的高中畢業生 我們初中是沒有校服的 有一次日就穿童子軍裝 然後上到高中 我們才穿白長衫 我一穿到一件白長衫 我就以這件白長衫為榮 我覺得自己很亭亭欲立 我又成為一個大女生 有一點點局促 但是是校服,你也要忍受 有些老師和校長走過 走慢一點,你是女生 靠近一點,比較有一點 我會勸勸勸勸我們 不要三步兩腳地跳上樓梯 一切得來不易 但是一個人只有兩隻手 要保養七百多件旗袍 亦很考功夫和毅力 保養一些收藏品 首先要把木籠放在它 因为木籠是一种气味可以驱从 如果那样物件是有轻微的骚髒 而可以容纳到用水去清洗 我会用一些湿毛巾去抹一抹表面 另外一个月要拿它出来 晒一晒抹一抹 晒15分钟为一个保养 可以跟它们聚一聚 另外招一招出来 可以有一个约会 其实是挺开心的 香港是中西文化汇聚的地方 在五六十年代 旗宝的款式 也追随西方服饰的潮流 而有所改变 主要是扑身收窄 强调纤腰 尽量展示女性玲珑浮凸的身形 到五六十年代 中国的政治原因 根本不可以穿旗宝 一直到文革更加厉害 所以变成了旗宝主要的发展 和衣着上的符合发展 和一些普通人穿 就会看香港 五十年代香港的财奉 有些人从上海来 将上海形式的旗宝 转发了一点 变成了一种香港的旗宝 香港是很多人穿 不同阶层的人 在不同的场合 工作娱乐 甚至有些特别的典礼 都会穿 刘安庆师傅 在旗宝这一行做足五十年 献尽旗宝的轻衰转变 我从韩国是13岁 找个乡礼物学过手艺 直到现在捉了五十年 我们学诗的时候 已经叫做兴旺了 如果兴旺也不会学这一行 由索敦道到奥斯尖道 两边的店铺 行行这十几家囚段公司 是很难受的 1967年香港爆发暴动 当时一些富裕阶层的女士 担心香港经济出现衰退 准备随时离开香港 于是就一窩蜂订做旗袍 看到草莺院订的菠萝那些东西 你打算九天中下班 我说老闆回来不行 我开夜工 他说我已经叫公司 接预计 已经要三个月做一件衣服了 你们还早下班不行 那就开夜了 开了一点多了 七年暴动之后 变了有些有钱人 怕着香港有问题 所以走了 所以就一路一路开始衰退了 六十年代初 开始一路做铁身 有线条 到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已经有些偷空了 上官一方不要理了 突出这些肉出来给人看 以前没有的 二千年上映的电影《花样年华》 张曼玉穿着不同款式的旗袍演出 展示出女性我拿多姿的形态 令旗袍再次成为全城的焦点 做了花样年华 我做一部分 有什么功劳 我们做所谓 靠这些食材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做一做 没事的 如果不做多些的话 你替我退休的话 你更加热 很难找人做 所以现在就像华太那些 就拼命做多些 刘师傅 我的旗袍做好了吗 做好了 刘师傅口中的华太 就是一年365天坚持以旗袍示人的华威娜 我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喜欢穿旗袍了 我甚至跟同学去游泳我都穿旗袍的 不过下水的时候当然不是穿旗袍了 尤其是我结婚之后 我先生就很喜欢我穿旗袍 因为我先生是英国人 他喜欢中国的市民 所以他亦都喜欢看到我穿旗袍 我曾经试过穿西装 问他漂亮不漂亮 他说 Soul嫂 You look better in a 窗衣 我总共其实有超过360件旗袍 我每一件旗袍都配有一件旗袍 有些是短袍 有些是长袍 长袍就是跟着旗袍一样的长度 那晚妆我多数是很长的 就去到脚眼那些我们叫拖地 我觉得穿旗袍最大的优点 就是他不会过时的 还有呢 只要你的身材不变 你十年后都一样可以穿得上 再加上呢 不会和人碰衣 还有一样好处 所以呢就是对于你的身材的保持 也都很有帮助 因为当你的拉链比较紧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吃饭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就不会一路一路变肥 清楚 你好你好华太 要认识和收藏中上阶层的旗袍 是Helius一直的希望 今次有机会见识到华太的珍藏 可以说一尝Helius的心愿 我会觉得是这样的 我现在介绍几件旗袍给你看看 这件外套是瘦花的 是 但是我的旗袍是正式 但是它瘦的花也不是很多 所以我就把它捆了 旗袍捆了黑色的 它配合这件外套 是 这件又是 我先有这件旗袍 然后又买到这件外套来搭配 我看到这件外套我很喜欢的 我不管有没有旗袍搭配 我也先买了 买了回来看看 没有旗袍搭配我就配料 配不了料 我可以放一两年之后 搭配我才穿 其实多数穿完你都会自己存在 不是的 我通常可以给人 我可以排队 因为现在历史博物馆叫我 你有衣服你给人 你不要给人 你给我们 我会排队 这个 譬如花的旗袍 我会戴一条 譬如这件 我可以戴朱链 或者戴蓝宝石的颈链 那就比较好看 其实我什么颜色都喜欢 我喜欢彩色的衣服 因为我常常告诉人 我有一个彩色的人生 这个就是全体的衣服 除了旗袍的设计 华太太对每件配色 也非常讲究 我有170对鞋 120个手袋 什么颜色都有 我有四十几把遮 我买遮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要求 它一定要自动开关 为什么呢 因为譬如你一一下雨 你自动开 譬如你进了的士 那你要删遮 你又要伸手出去来删 那只手会被雨塌湿 尤其是大雨的时候 所以我自动删 所以我会不会继续我的手 这一套 其实那件衣服 我在马来西亚 一个很出名的 中国的时装设计师 是 他给我收了这个 本来是会搭配另一件旗袍 但是那件旗袍 后来我不要它了 我就买这一幅料来搭配它 这一幅料的好处 又有些深蓝色 又有浅蓝色 就搭配这一道深浅蓝 而且这里特别的地方 那一幅医料的边 就是这样的 那我就叫刘师傅 就给我把它剪出来 就这样捆掉它 其实华太 刘师傅 你是不是一直都照顾到现在 是的 由很久之前已经照顾到 很久之前 今天就是我第一次来 拜见刘师傅 其实自己一直都留意刘师傅的访问 就知道她是行头里面最年轻的一个师傅 就制作认真 希望今次大家初次见面 先认识一下 希望最后可以拜到她为师 你好 你好 刘师傅 你好 你好 初次见面 初次见面 你好 你好 我恨会认识你 我叫阿伟 其实我很想学旗袍 我不断收藏一些旗袍 去研究它 如何制作 你知不知我们学师那时候 好像卖猪仔 我明白 我明白 要记住在那里 我们早到九点钟上台板 是 晚上做到师傅不收工 我们不收工 下午你做到晚上十一点多 埋身的 你明不明白 我明白 有什么方法 但我都在寻求 如何得到多些旗袍的知识 这个知识很难得到 是 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 我们就算做师傅 我很多东西学 我不是说我每次都做出来 你说你来跟我学 好了 我好意跟你说 人家客人不特别要求 我天天对着都是旗袍 客人拿些什么来的 我就照他意思做 那你才学到的 没有人不做的 你根本学不到的 只要我学出来 明白明白 始终这个学到的 就是识美就不介 定不定 算到了 总之赢了 玩到了 我绝对是100%的诚意 是希望可以学习得好 能不能够成功 我希望可以 是很渺小 自己能够做的事 只能够做到 自己可能收藏到 分享到 但是整体社会的改变 是一个人做不到的 我不管天多么高 不管地多么好 只要有你绑着我 我的命便为你而活 如果没有你 日子怎么过 如果没有你 日子怎么过 我会发生的